天空的空氣稀薄 所以它要增加它的容積效率 所以它就想到 就拿電風扇吹就對了 加強它就對了 但是你在飛機上裝電風扇是行不通的 這真效欸 所以它就用了渦輪增壓 從1905年的渦輪增壓 然後引用到這個 航空器上面 然後正式用到汽車 大概再晚個十幾二十年 才會正式用到汽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渦輪科技 沒有那麼的成熟 跟現在比起來 所以我就想到了 以前有一個偉大的歌手叫蘇瑞 他曾經說過 一樣的月光 一樣的照著星電溪 一樣的冬天 一樣的夏著冰冷的雨 誰能告訴我 登登 誰能告訴我 你為什麼還不阻止呢 我很想阻止你 可是我想看你能夠背到多熟 最好能夠用唱的對不對 OK 所以最後一句應該要高八度 通常副歌都會拉高那個音階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有兩個問題要問德哥